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 继续参加我们的网课 现在我们的网课应该是全墨尔本人数参加最多的 已经是超过100多人了 所以说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明天呢就是good friday了 所以很多投资产品啊 包括股票市场是修饰的 那么外汇市场上是相对正常开市和官市的时间都是跟往常一样 那么股票指数的话会有不同的调整 大家注意一下我们都在朋友圈已经发了这个具体的交易时间 今天的话是周四晚上 所以说呢 内容也比较简单 因为在这个复活节期间啊 市场上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基本上呢会延续之前的一个简单的走势 不管是汇率还是股票 所以呢资金不会反转啊 不会说突然又出现了股市的大跌 基本上要等复活节结束之后 资金重新回到市场上去 那么多头和空头呢会重新根据新的行情来考量未来的投资策略 在这几天应该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目前呢也没有办法出门 对吧 出门就被抓了 被抓了 还要罚款1600多块钱欧币 所以呢 大家还是在家里陪陪自己的亲人 以前的话我们经常会出去玩嘛 所以说现在待在家里呢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金融投资呢 在最近表现会比以前啊 就是三月份会好一点 因为最近的这个市场都在反弹 呃 整体上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要做这个提示啊 就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适当的做这个投资 千万不要说是借啊 借了几十万啊 或者是去高杠杆的 用了几十倍的杠杆去做这个投资 那么高麦克斯呢 可以提供股票外汇黄金石油指数啊 包括数字货币等等这些交易 呃 资金呢 还是实名的啊 所以说大家不能匿名取款啊 不比方说自己有私房钱啊 别人是取不了的啊 只能是在自己的银行里面来回进出 那么今天的内容呃 跟以往不太一样啊 所以说呃 大家可能会会有喜欢的 也有不喜欢的 那么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判断 呃 现在的话 我们很多年轻人啊 大家都会看这个抖音 包括咱们长辈呢 呃 都会看这个朋友圈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叫碎片化的时间 我们现在处在的时代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大家等车啊 或者是做饭 等饭啊 去餐厅或者聊天的时候呢 偶尔会拿出手机来看一下 那么看的这些内容呢 其实呢 就是碎片化的时间 谁在未来掌握了更多的碎片化的时间 那么就掌握了更多的财富 其实直播平台啊 抖音这种带货平台啊 网红 其实都是利用了大家的碎片化的时间 但是呢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不是网红 我们也不是说啊 抖音这些带货的店家 那么我们是看这些碎片化的内容的人 而这个东西本身呢 对我们来讲是不太有利的 它虽然让我们的接触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多 但是呢 对我们思考的一个深度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呢 这个时代我们要合理的去辩解科技的发展呢 影响是双面的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输啊 包括我们自己投资亏钱了 大家也不想赔钱了吗 就硬扛 所以说在投资做交易的时候呢 赚钱的单我们很快就出来了 但是亏钱的单呢 我们却一直扛着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如果当我们没有计算好投资的一个策略和组合的时候 而是呢 想当然的去扛这个订单 比方说我现在亏了1000块钱 我不止损 我觉得他会回来 我想让他回来 那么当亏了2000的时候 我就会想啊 我还不如在亏1000块钱的时候把它平掉呢 那么现在已经亏了2000 只要当价格回到亏损1000的时候 我就把它平掉 那么当价格又一直往下跌 亏了3000块 那么这个时候呢 心态就不好了 我干脆不要做了 或者是我干脆把它平掉 或者是我继续加仓 那么只要再涨一点点 我的资金就能回来 这些心理呢 都是我非常熟悉的 因为我本人呢 也是会经常产生这样的一些心理和情绪 所以呢 在做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输 不管是我们还是说做生意的人 还是政客 大家都是一样的 那么特朗普啊 为代表的这一类政客呢 和我们其实是一类人的 大家都非常熟悉他 也非常熟悉他背后所代表的这个利益的一个集体 那么我们跟他们啊 都是这个市场的玩家 特朗普呢 可以在毫无预期的时候呢 突然说哎 沙特要减产了 就像上周 然后呢 石油价格就暴涨了 百分之三四十 那么特朗普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是比较违规的啊 因为他讲一句话 对市场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不排除他提前已经买入了石油啊 当然赚了很大一笔钱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市场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 我们跟他虽然在情绪上是一类人 但是在信息和资源上完全不对等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第三个呢 就是经济好的时候呢 财团赚钱啊 像各大财团 包括银行 他其实本身的背后都是这种大的财阀 他们呢 赚钱的时候不纳税 连我们自己都知道有很多种避税的方法 那么现在呢 经济出现了问题或者出现了衰退的这个迹象 那么国家会出手帮助他们 因为不想让他们倒闭嘛 如果倒闭了会有很多的失业人口 那么国家呢会出现风险 所以呢 他们会拿钱补贴财团 比方说免税啊 比方说增加你的福利啊 给你补贴啊 补贴一块地啊 或者是怎样 那么其实背后呢 都是我们在贴钱 所以说呢 当我们处在一个信息不对等的时代里面 而我们的大部分的时间呢 又被碎片化的一些信息给包含了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深入的思考这个世界运行规律背后的一些故事 但是呢 我们相信啊 在我们随着了解这个金融政治经济规律背后的内容越来越深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想的所学到了 那么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跟我们的亲朋好友交流一下 那么大家呢 一起把这个自己家庭的这个财务状况做好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别人 但是我们能够完善自己的家庭的这个收入 碎片化的时间啊 那么首先讲的就是抖音知乎视频和朋友圈 那么包括我也是有时候也会去刷这些 那被偷走的时间呢 我们逻辑上感觉啊 就是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 最终你想一下 其实呢 除了笑一笑啊 晚上躺在床上看一眼手机 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那么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呢 作为年轻人渴望的是获取更多的信息啊 如鸡四可一样 什么信息都想获取 搞笑的商业的啊 还有一些福利的 还有马云的啊 马云讲的话 当时呢 大家都是一直在看 因为马云太成功了 对吧 他讲的每一句话 甚至不是他讲的话 我们都要去看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不太明辨是非啊 就不辨是非 我们对信息的渴望呢 就是来者不拒 但是呢 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我相信大家在座的 基本上都是 呃 有一定成熟的经验 能够筛选信息 并且呢 筛选的时候呢 是明确这个信息 对自己的一个目标 能不能满足自己未来的 转化这个信息的一个预期 所以呢 我们跟年轻人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要明辨是非 这个呢 就是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我们要明啊 明哲一些 对自己的时间 做一个合理的安排 那么接下来也是四天的一个小长假 所以说呢 在接下来我也给大家推荐几本书 大家一会儿可以拿笔记一下 读书呢 不是没有用啊 书里都是财富 以前呢 说书中自有 阎如玉 黄金屋 其实呢 书里面确实是 黄金屋是有的 阎如玉没看见啊 所以说呢 金融类的书类呢 更值大家去研读 那么最近呢 也是很多疫情 可能说是到了一个拐点啊 拐点来临的时候呢 金融市场上是 一路上涨 那么回过头 再看这个疫情的恐慌背后啊 它主要是来源于三大点啊 一个就是挤兑效应 挤兑效应呢 很简单啊 就是假设 我跟大家借钱啊 在座的听众有一百个人 那么我跟大家一百个人都借钱了 每个人借一百块钱 结果呢 其中有一个人 小A说 哎 Jacky还不上钱了 他的经济出现问题了 那么小A呢 就会告诉小B 哎 结果呢 小A发现 哎 小B也跟他 也给他借钱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小A就和小B 联手一起来跟 来跟我要钱了 那么随着这个要钱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口口相传之后呢 啊 可能本来没有事情啊 比方说 大家一百个人啊 我融资了一万块钱 投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年回报是20% 但是呢 问题是我这个项目的 现在已经投出去了 钱拿不回来 那这个时候 大家宁可不要利息 也要把本金要回去 所以说呢 这个项目 即使未来是赚钱的 那么现在也是必须要抛掉 那么现在抛掉的项目多了 结果呢 项目反而不值钱了 就是严重被低估了 假设这个项目原来是值一万一千块钱啊 就是增值百分之十 但是现在呢 打九折都没有人要啊 因为别的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这个呢 就是目前的一个挤兑效应 因为公司啊 基本上都是发债的嘛 除了股票啊 他们本身也是有债 公司债 也是跟银行有借贷的啊 银行借存款贷款 都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钱就会现金流发成 一个严重的挤兑效应 那么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所以呢 这是挤兑效应 造成了恐慌 第二点呢 就是人云亦云 三人称虎 这是一个内容啊 啊 就是你说的是什么呢 他就是他听了一下啊 然后他也觉得是什么 然后就跟第三个人说 这样人传人啊 产生一个雪崩式的效应 所以呢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特性啊 包括我爸妈啊 在国内以前的时候 15年14年的时候 投过这个P2P啊 当时我们都知道 国内P2P非常火 那么我还认识那个P2P老板 只不过呢 在最后啊 他的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也是要求 马上啊 第一反应 先把我们自己的本金 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 先要回来 其他的不管 不管你P2P的公司 有什么样的保证和承诺啊 以什么样的抵押 我们只要现金 其实这个就是人性的一个本身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保啊 保住自己的本金 不管未来会不会转好 我们先要止损离场 这个呢 就是人类最大的一个特性啊 恐慌性下面的我们的一些做法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随波出流啊 就是从小的时候 爸妈就说哎 男生不能扎辫子啊 不能穿裙子 当然了 这是现在也不能做的事情 只不过呢 这些观念啊 其实都是一个随波逐流 或者是人云亿云 大家没守成规的一些规律 那么这些东西呢 既定下来了 我们如果轻易的去改变或打破 而没有理由的话 没有一个合适适当的理由 那么就会显得与众不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在做空股票 或者都在跑跑步进场 那我们也会跟随 这个呢 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啊 反差 就是暴涨暴跌 所以呢 最近的市场也就是这样 那么作为成熟的投资者 尤其是go mice的投资者呢 我相信大家呢 一定要明白两件事情 一个呢 就是游戏规则 第二个呢 就是参与游戏的玩家是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啊 扑克牌啊 21点 或者是玩过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像这个狼人杀 或者其他的一些游戏啊 因为我最近呢 在家嘛 偶尔也会玩一玩游戏 那么你玩任何游戏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去了解游戏的规则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第一不犯规啊 第二啊 不平白无误的就被人玩死了 在金融市场上也是一样的 任何的市场都是有既定的一个规则 无规则啊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没有规则 金融市场上就是无序的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现在金融市场上是有秩序的 有规律可循的 那么这个呢 背后就是规则 规则之后我们才能去寻找规则之中的漏洞 漏洞呢 就是我们的机会 第二个呢 就是玩家是谁 玩家啊 有我们同龄的啊 有我们差不多的都是散户 那么也有信息和资源都比我们有优势的 比方说特朗普啊 他说一句话 石油就要涨 他说一句话 黄金就要跌 那跟他玩就没得玩 所以说呢 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对标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啊 对对手方就不是他 因为他呢 就是庄家 对吧 特朗普就是个大庄家 我们知道去crown赌场的时候 跟庄家玩 很容易就输钱了 但是呢 如果有一些游戏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跟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赚钱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顺着市场最大的玩家去玩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明白就是这些大玩家想怎么样 他们才能赚钱 或者是呢 他现在想不想赚钱 像石油方面啊 那么大家呢 本身中东地区他既做现货石油又做期货石油 所以呢 整体上来讲 油价的涨跌对他的影响其实不大 假设石油跌到10块钱了 虽然他的出口会受到严重的损伤 但是在期货市场上他已经大量的做空石油啊 做了一个套期保值 油价跌他做空的期货订单赚钱 所以呢 基本上是抵消的 那么除了他们之外 真正影响是金融市场石油的到底是谁 是不是华尔街啊 是不是俄罗斯还是哪里 所以说呢 我们要去真正的搞明白背后呢 博弈的到底是谁 我们去找到那个最有能力的啊 老大和老二 我们找明白之后 我们就跟着他走 而不要去找那些啊 朋友推荐的 朋友介绍的 朋友说现在要看涨了 他们不行 我们要跟着最大的玩家 这样的话 他们说的 像特朗普说的话 他才是对的 他才是正确的 游戏规则也是因为他啊 可以做调整的 所以说呢 庄家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一定要去找到真正的庄家 那么刚刚讲到了这个游戏规则 人类社会中任何事情的游戏规则 第一就是利益之上 哪怕是啊 朋友或者是这个合作伙伴 那么本质上来讲 随着年纪的增大 他会有一个筛选的过程 那么中间呢 其实我们认识的人比较多的呢 大部分人啊 七成和八成的人都是利益至上的 那么少部分人 比方说两成和三成 确实是我们的啊 比较心心相惜 或者是有共同的爱好 那么就不再看重利益 或者是我们共同经历过很长的一个时间 有不一样的一些经历 但是呢 大部分的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利益至上 那么第二点呢 是少数人的利益至上 任何社会规律啊都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 那么在最上边的人群会制定游戏规则 那么也是为为了维护最上边啊 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的一个利益 第三点呢 就是排斥新的进入者 从石油产品上来看就非常的明显 那么石油呢 最早是OPEC OPEC 那么以中东为首的一个联盟 垄断组织 他们呢是少数的利益 少数人 那么后面的进入者呢 像俄罗斯啊 巴西 美国这些呢 都是新的进入者 美国就是在去年才开始真正的产量啊 出口 石油 之前呢 它的产量对于海外市场 对于国际市场影响非常小 但是呢 一旦美国的页岩油开始出口了 它就成为一个新的进入者 开始对世界的一个石油价格产生影响 那么巴西也是 所以说呢 在这个面前呢 中东和俄罗斯呢 从本质上来讲 他们本身就是排斥的 那么现在又出现了巴西啊 和这个美国新的进入者 那么本身 他们就是非常的混乱 所以呢 石油价格 石油期货价格 在谈判的时候就不可能谈成 那么最在15年开始 我做石油期货的时候呢 每一次谈判啊 基本上我都是谈判之前我都会做空 因为你想啊 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利益集团 他怎么能就开一次会 就把事情谈妥呢 不可能的啊 背后呢 猫腻很多 所以说呢 开会之后 结果就是谈不成 谈不成的结果就是石油价格要下跌 一旦跌到 所有的利益集体都受不了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开始反转 那么上周也是20美金的时候 美国石油 那么美国石油20美金一直跌不下去 跌不下去的 实际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美国的石油已经开始破产了 石油公司啊 已经出现了破产的公司 那么这个时候公司破产了 特朗普终于坐不住了 就开始喊话了 隔空喊话说石油啊 这个沙特要减产 那么他都讲话了 那沙特不减产就是打他脸了 所以说呢 作为盟友来讲 沙特还是要动一动的 毕竟沙特的现在的王储 之前还犯过事啊 美国没有把他抓进去 主要是因为看在这个石油的一些面利益上 所以说呢 这三点利益之上 少数人的利益之上 排斥新的进入者 是最核心的一个金融的规律 看得很明显 那么第三 最后一个呢 就是社会规律由大到小 就是社会规律 再到经济规律 再到人性本身的规律 社会规律呢 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形态 政治 然后经济规律呢 就是金融啊 体现就是在金融产品上 股票的走势 石油期货的走势 和黄金价格的走势 那么人性规律呢 就是我们自己做交易的时候呢 是否是有纪律性的 今天呢 我买一张 然后明天我做空 然后呢 一小时前 我看这个石油觉得 啊 出题反弹了 结果呢 一小时之后吃完饭 哎 我发现这个是不是反转了 我要开始做空了 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短线交易者 那么成熟的短线交易者 这样做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初学者的话 自己的观点随时变来变去 这是兵家大计 我们知道带兵打仗的时候呢 如果你发布了一个号令啊 比方说我们要冲锋 结果冲到一半的时候 哎 撤退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士兵的这个力量 或者是气势就会衰弱 做投资也是一样的 我们其实呢 跟涨和跟跌啊 做这个赚做空的钱 或者是赚这个上涨的钱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是跟着势能 气势最强的那一方去做 那么如果一旦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没有发现最强的那一方啊 比方说我们觉得现在是上涨了 结果呢 哎 涨了两分钟开始掉头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是哪里出错了 是因为他的排兵不振 只是一个短线的 上冲两分钟就不行了 还是说他未来 下来之后 又会酝酿一个更大的一个上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自己需要去调节的一个人性的规律 不能是跟着市场被动的去变 但是呢 我们也要有纪律性 纪律性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图表呢 就是石油价格的一个成本价 我们看到左边呢 就是国家 国家从英国巴西 委内瑞拉 美国挪威 俄罗斯 伊拉克 伊朗 沙特 这些国家的石油建设成本 那么成本分为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是其他成本 第二是资金和设备成本 第三个是生产成本 第四个呢 是运输管理成本 最后呢 就是一个最终的总成本 那么英国方面呢 因为这个是北海油田嘛 所以说呢 它的生产成本会贵一点啊 大家会发现它是17美金 因为它是在海上开采的 所以呢 它的设备要贵一点 它是22美金的设备 那么英国运到欧亚地区呢 也比较远 因为是它是在岛上嘛 所以说呢 英国的生产成本 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英国有KO啊 北海油田的总生产成本 是44美金 是最高的 澳大利亚呢 其实也是40多块钱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工贵啊 并且呢 澳大利亚开采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巴西方面呢 巴西啊 现在虽然是进入了这个国际竞争市场 为什么现在没有巴西的动静呢 就是因为巴西的产啊 这个总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是30多块钱 所以呢 在石油价格40多的时候呢 巴西哎 可以蹦达蹦达啊 因为它是赚钱的 但是现在呢 啊 像美国俄罗斯和这个沙特谈判的时候 就没有巴西什么事了 因为它是赔本的 所以呢 没有人可以会理他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说的啊 做巴西做一个新进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啊 国家 那么现在油价一定要打压在34块钱以下 就是让巴西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啊 你想你家 你自己家做生意 这个已经是亏损在卖了 人家凭什么来来找你谈判啊 他们在低油价托你一天 你就赔一天的钱 那么再往下看的话 就是美国燕盐油啊 美国燕盐油的运输成本是3块5 比较贵 因为他也是要通过海运 海运运到这个欧亚大陆 那么是23块钱的一个总的生产成本 俄罗斯呢 总生产成本是19块钱 运输成本是2块6毛9啊 比这个美国3块多要便宜 是因为他有一个欧亚大陆的管道啊 所以说呢 他是走管道的价格就会便宜 那么19块钱 那么伊拉克呢 和伊朗以及沙特呢 都是在10块钱以下啊 成本不到10块钱 所以说呢沙特是最不着急的 那么沙特之前也说啊 你跌到20块钱 没关系我赔你 跌到10块钱没关系 我也可以赔你 是因为沙特的总生产成本就非常低啊 不到10块钱 但是呢沙特和伊拉克伊朗都面临什么问题呢 就是国内的啊 他要靠石油卖石油 一年卖2000个亿的美金的石油 来补贴家用啊 你想一家三口 每年呢就只靠卖石油2000亿来赚钱啊 来养活 那么现在呢 一个家庭的支出 就是三四千亿啊 美金已经入不敷出了 那么现在呢 收入又从2000亿啊 降到了1000亿 他也很难受 以前呢 出门对吧 不用看菜单就可以吃饭 不用看价格就可以点菜 但是呢 现在啊 沙特也要开始精打细算了 那么现在沙特的小王子呢 也是非常不舒服 对这个石油价格偏低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啊 找到最终的总成本 我们就知道这些背后的玩家啊 这些大玩家 他能够承受的一个最低价格 那么以美国为例 他是23块钱 那么他跌到20块钱 他就跌不上去了 因为已经开始出现破产了 所以说呢 这些呢 就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价格上的参考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英文啊 是一个hedge fund 就是对冲基金 在这几个月赚了4000% 在这个疫情期间 那么4000%是什么意思呢 是40倍啊 40倍的利润 40倍 对于对冲基金来讲 他基本上是10个亿起啊 10个亿起的美金的规模 能做到40倍 就是400亿啊 10个亿变成400亿 所以说呢 这个非常的厉害 那么他呢 背后到底是谁在做的呢 40倍的一个收益呢 就是黑天鹅的作者 这本书早上在广播也给大家说到了 就是黑天鹅 这本书呢 大家如果是有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这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 今年的回报到目前为止是4144倍 就是41倍的回报率 那么他同时也是写了其他的书啊 叫做随机漫步的傻瓜 反脆弱性啊 非对称风险 这些呢 听起来看起来很枯燥啊 如果是比较年长的 像比方说我们有很多客户是在六七十岁 甚至更年长一些 那大家可以不用去看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还有时间 还有愿意去读书 那么不妨去看一看 这个随机漫步的傻瓜 非对称性风险啊 看着是比较的枯燥 但是呢 读起来其实是他的一个传记类的东西 就是讲了他的过去 他在八几年的时候 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做投资的一些经历 然后感悟 以及那社会运行的一些规律 他名字起的非常的哲学啊 随机漫步的傻瓜 其实本身的金融 他背后啊 就是逻辑 就是哲学 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认知 我们认知的水平越高 那么本身来讲 我们做投资 你的高度占的就高 所以呢 做金融不是看你掌握多少钱 而是你看你到底是有多大的一个格局 有多深的一个认知 对社会的认识有多深刻 对游戏规则的熟悉程度啊 是看这些东西 哪怕给你一千块钱 一万块钱 那么这些人呢 也可以在一个大的机遇面前呢 赚几十倍 当然了 这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练 我认为没有一个十几年二十年的一个 深经百战的一个经验 是很难去实现这样的一个超过回报了 那么他的这四本书啊 我都放在这了 大家有兴趣呢 也是可以去看一下 整体上来讲的话 非对称风险呢 就是讲要看清经济 社会以及个人的现实问题 就是刚刚我们讲了 就是说跟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是类似的 就是三个点 第一个呢 就是社会规律啊 经济规律和人性规律 那么符合他的这个书中的一个内容 非对称风险 要看清经济 社会以及个人的现实问题 更好的理解和应对 这个充满随机性的世界 那么在读书的时候呢 我学的比较好的一门呢 就是概率啊 随机性 叫随机漫步 它其实呢 随机漫步和概率论都是数学上面的知识 如果大家没有学好没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感官上来去理解黑天鹅 就是看第二本书 如果非对称风险 我们看不懂的话 可以看第二本 就是小概率事件带来的重大影响 就是黑天鹅 人类历史上 我相信大家都有经历 每隔个十年左右 就会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发生 哪怕就是去年 我们还是19年嘛 是往后拖了一年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啊 还有政府 他不希望发生金融危机 结果下来了这样的一个疫情 所以说呢 我们很难解释啊 到底是人为 我想把这个灾难 或者是金融危机往后拖 结果呢 会偏偏发生这样的疫情 导致金融危机重新出现 还是说本来呢 不管有没有疫情 它最终都会以不同的形式 出现一场金融危机 其实作为哲学的角度来讲 就是先有鸡和先有蛋的问题 对吧 就是到了这个时间点 应该发生这个事情 还是说因为其他的原因 引发了这一系列的反应 我们很难去判断 那反脆弱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面对黑天鹅的事件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么学完这个之后呢 其实呢 我们在未来啊 就是下半年以后 就可以反过来操作 因为黑天鹅事件 不是每年都有的 它基本上是一个周期性的东西 最后一本书呢 是要随机漫步的傻瓜 大家可以拿这个笔记一下 就是从不确定中的市场发生 发发现这个机会啊 和人生中的隐藏的一个机遇 随机漫步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啊 包括量子论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 当然我也没学那么明白 也看不懂啊 就是说不确定性 是所有社会规律 最微小的一些规律 就是不确定 那么本右边 就是对他的一个个人介绍 这里就不多说了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换一个话题 挑到下一个话题了 就是讲现在的啊 03年的非典时期 当时的一个情况和现在的一个冠状病毒的一个市场情况 当年03年的时候呢 非典啊 中国主要是发生的这个非典疫情 大家可能感觉比较深刻 那么当时的上证指数 下跌幅度呢 是4% 那么目前呢 这个第一期第一个一级行业的这个主要下跌幅度是2%啊 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其实上证指数啊 中国China50跌幅并不是很大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控制的号 当然有人说这个真控制的号还是说隐瞒不报啊 这个我们就不去谈论了 但是目前海外市场和国内的市场啊 对于公开的官方的消息是比较认可的 那么也就证明了中国官方目前的报道基本属实啊 因为资本市场它是一个很现实的市场 哪怕你官方瞒报了 说是疫情啊 确实没有控制住 但是呢各地官员不想往上报 但是资本上是会反映出来的 虽然呢大家这个官方官媒不说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资本大佬 他们是有第一消息和第一渠道来源的 如果真的中国控制不住的话 那么他肯定会大量的抛售股票 做空啊 抛售 那么股市肯定不会说是在2600700点 2700800点就停住了 对吧 基本上是没跌了中国股市啊 那么我们再看行业方面的话 是商业贸易类下跌了百分之七点一 但是这一次商业贸易类只下跌了百分之一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真正受到冲击是非常有限的 就是中国目前其实资本市场对于中国的商业贸易是比较看好的 包括这个休闲服务类的啊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未来我们对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和商业其实是应该抱有一定信心的 那么至少比欧洲要好啊欧洲现在呢我们虽然没去 但是我们看新闻 今天又是一个意大利的数据创新高了 好像啊 这个这个患者人数创新高啊 有什么什么的 所以呢 中国目前对于全球来讲的话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啊 就看政府能不能把握住了 那么03年的话 中国非典前后和中国目前2020年 今年新冠病毒的一个GDP增长率 那么目前GDP增长率从Q4啊 左下角这个图去年第四季度到现在 我们预计的话Q1啊 就是第一季度新状病病毒啊 最严重的第一季度啊 预计是下降到3%左右啊 数据可能会比这个要低啊 可能是一点几 但是呢是大于零的 这是肯定必然的 因为现在已经是强制性开工了啊 一开工GDP就不会说是一直是 变成零以下了 那么在当年的时候呢 非典期间呢 是从10.8%降到了9.7% 只降低了一个百分点啊 不过当时呢 没有说是那么严重啊 封城啊 或者是严禁啊 这个不能开工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在非典结束之后啊 GDP的增速是一路上涨啊 从9.7%涨到了10% 10.4% 10.9% 那么在疫情结束之后啊 所有的行业基本上 不能说所有的 大方行业都会有一个反弹 整个国家的GDP也会有一个大幅反弹 这个是我们需要确认的 也是数据和市场告诉我们的 第二个呢 就是右边 右边这个图呢 是产业对比 那么疫情前后 在03年的时候呢 第一产业从42%的占比增加到了48% 这个是服务业啊 就是蓝色部分 那么18年是53.3% 19年是53.9% 那么在这次疫情结束之后呢 如果按照0304年的时候增长6% 那么现在呢 应该是从53.9%增加到接近60% 所以说呢 在未来啊 服务业 还是有机会的啊 中国发展速度最快的还是要属服务业了啊 第三产业 那么第二产业继续萎缩 也就是说制造业和加工制造业是继续萎缩的 现在呢 从中国过来的一些企业家啊 基本上我们沟通下来的这些客户呢 都会把自己的这个工厂啊 出售掉或者是转让 所以呢 把资金啊 就是做做其他的事情啊 基本上就是加工厂啊 服装厂啊 这些关掉的非常多 那么第一产业 大家要注意一下 第一产业03年是12% 04年是8% 那么18年19年是稳定在7% 如果第一产业 也就是说农业 农业如果是出现问题的话 还是那句话 未来农业出现风险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那么农业的产量和产值 如果继续下降的话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大的人口的一个需求 还是比较有风险的 所以呢 农业是我个人也比较看好的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包括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 那么从行业细分领域上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服务业 那么是占比会上升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3月30号给出的最新第一季度的中国新兴的经济融资活动 为什么是融资活动呢 为什么我不选这个别的 而选择中国融资活动最活跃的行业呢 因为啊 如果我们把金融市场分一个产业链 那么产业链的源头就是创业公司 对吧 就是那些小公司创业公司 什么样的行业才会出现大量的创业公司 就是证明这个行业在未来会蓬勃发展 会有大量的一些机会出现的时候呢 那么在这个源头就会出现大量的初创公司 那么初创公司会干什么呢 他们如果是要做大啊 想要成功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融资 所以说呢 在这个产业链的源头啊 就是要看融资最活跃的行业 能排在第一位置呢 就是生物技术和制药了 由于疫情的影响 那么这部分我们就可以忽略不计啊 因为生物制药肯定和医疗器械是必然的 那么集成电路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未来可能会有机遇的啊 就是集成电路 那么集成电路呢 本身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具体的涉及的哪些公司啊 这个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 因为呢 这个本质上代表了还是以中国为主 但是呢 中国目前的集成电路是可以加工出口的啊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美国的公司 澳洲集成电路的公司相关比较少啊 美国我们上市的啊 可以在购买此交易的是有的啊 包括一些这个软件类的 或者其他硬件类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设备类的公司都可以做交易 美国这方面还是非常发达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美食和餐饮啊 第五个呢 就是素质教育 第六是机器人 那么之后呢 是企业安全和医疗信息化 啊 整体上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这些行业呢 是比较现代化的 除了这个美食餐饮啊 其他的都是比较现代化的 也就是证明了什么呢 在疫情现在这么差的一个环境中 未来呢 医疗行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医疗行业 所以说呢 在澳洲我们是有这个天然优势的 澳洲的医药公司呢 基本上是全世界领先的 不管我们持有的是CSL 啊 现在CSL又涨到330了 320多 对吧 跟疫情前基本上是一个价格 那么NAN也涨到6块多了 对吧 啊 所以说呢 从最低的4块多 涨到6块多 基本上涨了30%多 那么这些医药公司啊 就是我们特有的优势 在澳洲呢 我们叫死守医药板块 不管是航行好不好 手里要有医药行业的股票 这个呢 是我们澳洲最大的优势 你说澳洲还有什么其他行业吗 没有什么其他行业 能够世界闻名 对吧 就剩医药了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看一下右边 右边的话是这个目前啊 机构啊 国家的这个包括证券机构和投行 或者是大的这个资金基金 对于市场比较感兴趣的 第一呢 就是通信行业 通信的其实就是5G 现在呢 中国目前从全国上下全民5G 现在基本上啊 不能说他不好吧 也不能说他特别好 这个呢 就是极权制的一个优势啊 同样也是劣势 所以说呢 结果我们还是要看 我们不加评论 但是呢 现在资金啊 我们关注的作为金融 关注的就是资金 到底是去哪了 现在就是去通信行业 那么在澳洲来讲的话 通信行业很少啊 就是几大电信公司 大家非常熟悉 像Telstra这种 都是可以去做的 那么美国方面的股票呢 大家不太熟悉啊 如果是没有时间了解 那我们就盯着啊 Telstra这些大的龙头股 那么如果他的股价 跌下来了 我们可以适当的 去购入一些长期持有 如果中国通信行业 真的是能够成功 带动整个国家GDP上升的话 那么澳洲会跟随的 澳洲政府不傻的 很聪明的澳洲政府 所以说呢 如果他看到了中国 在5G方面遥遥领先世界 他是必须要抓紧时间去跟进的 哪怕公司本身的实力不行 政府也会补贴的 一旦有了政府补贴 大家想一下 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利润率 是不是就上升了 那么就会有一个重大利好出现 因为未来如果5G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或者是以前的话 我们是高新科技和制造业 是兵家必争之地 但是现在啊 如果是5G的话 那么澳洲政府不会放下这一块市场 而被动的去受到华为的这些啊 就是让华为来主导澳洲的5G建设 所以说呢呃这个还是有机会的 那么剩下的就是医药医药生物这些 我们就不说了 非银行金融业啊 非银行金融业也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呢 是因为非银行金融业 他有着金融银行 类似的属性 就是杠杆啊 其实银行就是玩杠杆的 他借别人的钱 借我们老百姓的钱 然后去贷款给别人 那么他本身有多少钱 他本身可能只有一个亿啊 但他借了100个100亿的钱啊 用了100倍的杠杆对吧 去然后放贷 他本身就是玩杠杆的 所以说呢 银行把杠杆玩的非常好 那么非银行金融呢 为什么受欢迎呢 是因为他同样也是用杠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是他的收益率比较高 银行呢 一手进一手出啊 进来的钱是0.5%的年华利息 出于的钱呢 是3%的贷款利息 对吧 中间只赚2.5 但是呢 非银行类的金融 包括afterpay 他赚的呢 可不是2.5% 对吧 他赚的可能是7% 8% 那么利润率就上升了好几倍 那么afterpay的股价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从最低啊 到10块钱 短短几天蹦到20块钱 翻了一倍 所以说呢 这些公司的股票 一旦出现重大机遇 我们还是可以去 狠狠的整他一下 那么投的资金也不用多 放个1万块钱 大家翻个倍就是2万了 当然如果是再跌了 也就是亏个几千块钱 所以说呢 风险比较小 当然不适合大家去豪赌 比方说拿个几十万啊 把房子抵押了 去买afterpay的股票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所以呢 非银金融行业啊 非银行金融行业的股票 在澳洲只适合适当参与啊 炒作跟香股一样 afterpay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直接再往下呢 就是食品 饮料行业 在澳洲 有可口可乐的分公司 在澳洲也是上市公司 叫CCL 两个C 可口可乐 两个C 一个LCCL 他呢 就是澳洲的饮料加工制造业的老大啊 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去看 CCL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银行啊 因为银行的话是大而不倒嘛 所以说呢 这几个行业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 哎 非银行的金融业 有可以选择的 通信行业 有可以选择的 那么医药行业 必须啊 必须要持有医药行业的股票 那么银行的澳洲四大行 也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说 那结合中国的资金啊 之前我们也对比过和澳洲的资本市场 其实呢 两边的走势是非常相似的 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呢 两边甚至银行的股价都走势 基本是一致的啊 之前给大家看过对比图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和澳洲的四大行的走势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说呢 在资本方面来讲的话 资本是没有国界的 一定要记住这一块 那么顶级的投行和资源优势 还有这个信息渠道有优势的一些机构 他们呢 会在不同国家去抄底优质资产 那么对他们来讲 买中国的银行和买澳洲的银行 在本质上来讲 是同样可行的 那么他们需要研究的 就是什么时候买啊 买多少钱 那么连中国现在股市没跌 那么大家就会盯着银行股去看 那么澳洲的银行已经跌了40% 所以呢 大家这个银行股也不要放弃 再往下呢 就是中国目前的一个资金结构 红色呢 是国家队 我们看到国家队的占比呢 是不停的往下降啊 从18年开始降 然后降到19年 为什么降的是 因为国家队的资金被套了 国家队很多资金被套了 那么社保资金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淡蓝色的颜色啊 也是稳定在0.5% 那么保险资金呢 是回升到了3%左右 外资的上升速度非常快啊 大家看一下外资呢 是从16年占比1.66% 到现在占比接近4% 外资的占比上升速度非常快 那么也就证明了 其实呢 外资认为啊 中国的这个泡沫比较大 中国的这个钱的泡沫比较大 但是钱的泡沫大 但是现在没有出现通胀 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为什么呢 因为通货膨胀是中国政府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 因为老百姓啊 中国比较注重这个民生啊 民生就是老百姓吃 吃的东西不能轻易涨价 房子你可以涨 但是吃啊 一定不能涨 那么现在呢 这些这么多的钱会到哪了 房产还能进吗 说实话 大家都想进也不敢进了 对吧 那么 其实外资就在压住之后的中国的泡沫 将会有极大的一部分被股市吸引 那么 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是啊 同样认为的 就是说 钱的数量是已经这么多了 大家总不能把印出来的纸币再烧掉吧 对吧 也不可能回收 他只能在社会上流通 那么流通又不能产生通货膨胀 啊 又不能再炒高房价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就一条路了 所以说呢 现在也都在等 那么如果大家要布局的话 除了China A50 还有香港恒生指数啊 大家如果国内还有人民币的话 也可以适当的持有一些中国的股票 做一些丰富的资产配置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中国目前的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情况啊 在17年末的时候呢 中国啊 中小企业啊 中型企业贡献了90%的GDP啊 90%的这个比重 50%以上的税收是中型企业贡献的 70%以上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就业啊 这是中型企业 基本上都是民企啊 那么右边的这个图是中小企业现金维持情况 大部分的企业 大家看一下 都是现金啊 只能够维持两个月的 67%的企业 资金只能维持两个月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定要开工啊 不管疫情好没好 一定要先开工 只有开工了企业才有可能会有现金进来 那么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扛不住两个月 如果超过两个月 很多企业就要倒闭了 对吧 那么如果倒闭了 百分之七八十的就业人口怎么办 就成为无业失业人口了 那个时候社会就会发生动荡 所以说呢 他死活就不能超过三个月 因为超过三个月之后 80%的企业就出现财务问题了 那么 右下角这个图呢 就是对中国重要企业的一个营收影响情况 为什么我们要看中国呢 其实中国和澳洲是一样的 对吧 在疫情面前啊 企业的收入变化和现金变化 中国和澳洲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中国现在数据已经出来了 澳洲还没有出来 我们就能够知道未来一个月之后 澳洲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现在的话是中国的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比澳洲要提前啊 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 那么下降的一个比例情况呢 百分之五十以上啊 下降的这个是百分之三十的企业收入下降了一半 那么下降了两成到五成呢 是百分之二十八点五 所以说呢 百分之百的企业基本都是下下降了啊 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那企业占了差不多是百分之五十啊 一半 所以呢 大家都不容乐观 这个图呢 是什么呢 左边这个图啊 就是航空航线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问Quantus的公司 还有Vorgen维珍航空啊 以及这个Jetstar 还有这个Flycenter 这些公司的股票能不能买 那么我们看到啊 拐点 中国航空的拐点是2月20号啊 大家回忆一下 那个时候中国是发生了什么 什么事情 那么航线的开放啊 国际航线是蓝色 左边啊 左下角这个图 蓝色呢 国际航空航线呢 现在依旧是负的啊 负的百分之九十啊 基本上是不开工的 国际航线 现在中国和澳洲就一个星期一班啊 很多人都想包机回去 都没有没有飞机回 当然了 澳洲现在也挺好的 那么国际航线不开 但是呢 中国的国内航线已经开始恢复了啊 就是这个淡绿草绿色的 已经开始上涨 所以说呢 我们要关注的拐点呢 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澳洲航线 什么时候开放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大部分呢 是在六月份开放 那么按照资本市场 提前一个月的水平来讲的话 那么买入航空公司的股票的 最佳时间 应该是在四月的下旬 而不是现在啊 当然了 如果其他股票的涨的话 涨得很猛啊 大盘层层涨 那么航空公司股价也会上涨 只不过是出于保守的角度来讲的话 在六月份如果恢复航线啊 航空公司可以不在每天烧钱了 可以有些进账啊 那么我们就在六月份之前的一个半月啊 或者一个月就是在四月底或者是五月初购买航空公司的股票 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啊 Quantus现在已经从十这十几块是吧 跌下来了 那么呃 右边的是酒店人流量啊 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就是酒店从复工开始啊 中国的这个增长也是比较稳定的恢复程度啊 基本上恢复了百分之呃 五十到六十 那么澳洲现在呢 在六月份 现在大家都不让出门嘛 所以说酒店都是停工的 那么未来如果是酒店类的行业 像Chrome啊 这种公司啊 如果是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对吧 大家天天在家闲着没事 那么如果是以后哎 开放了能出门自由活动了 那么肯定会去crown消费一下 对吧 所以呢 呃 crown作为一个集合的度假村 那么现在的股价如果是没有跌透的话 大家如果是可以等到啊 这个真的是禁令开放的时候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这种休闲娱乐啊 线下可以有娱乐活动的一些公司的股票 也会有一个不小的反弹 因为会有一场报复性的消费啊 包括迈儿啊 David Jones这种报复性消费的公司啊 都属于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太乐观的餐饮行业 中国目前呢 春节期间餐饮行业倒闭的是73% 啊 这个是连锁类的 这个关关掉了百百分之七十三啊 啊 关闭百分之 啊 这个百分之七啊 我看懂了 不好意思 左下角这个图啊 这个最大的这个饼啊 百分之七十三是什么意思呢 是百分之七十三的公司啊 关闭了旗下所有的门店啊 就是餐饮行业 所以呢 其实受损失非常大 那么损失呢 就是右边啊 百分之七十八 的这个群体呢 是同比损失高达百分之一百 基本上全亏 啊 澳洲呢 还能稍微好一点 但也非常惨不忍睹啊 每天都要亏个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差不多啊 这是澳洲目前餐饮业的一个情况 那么新冠病毒对新经济行业的影响的总结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总结的表 行业上来讲的话 在线教育啊 在线教育 像美国很有很多上市公司都是在线教育的 那么远程办公啊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Zoom Zoom啊 这家公司就是在美国上市啊 购买且可以交易 那么就属于远程办公 阿里巴巴其实也算啊 阿里巴巴算生鲜电商啊 还有京东对吧 这些都是算电商的 京东的股价在疫情期间没有下跌啊 一会儿都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第三呢就是互联网医疗啊 互联网和医疗都行啊 医疗行业咱们澳洲是比较不错的 互联网呢 其实澳洲我持有的是APX 大家都知道了啊 现在的话今天呢 基本上都卖了啊 今天涨了百分之五点几 涨了22块多 其实呢 他呢就是每就是每波动20%啊 你赚个20%就差不多短线就走掉了 那么再往下看的话是视频平台啊 线上游戏这些 所以呢 大家可以关注的啊 最主要的就是澳洲一定要有一个医药股啊 医疗股 好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非常荣幸啊 去年是排了澳洲排了第一 是客户服务的一个满意度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那么呃 随着这个在家办公啊 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服务啊 不是那么的及时 或者是有些电话啊 或者是大家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及时帮大家办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 呃毕竟现在的话 我们自己内部沟通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 呃 效率会大打折扣 所以呢 大家比方说有一些活动啊 参加了 却没给您报上啊 记得多提醒我们一下 呃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啊 在这段时期帮大家去完善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些技术图形啊 还有短线的一些交易方法等等 那么今天呢 我只开了一个订单啊 就是这个 4月9号的这个 德沃股指啊 德沃股指是买了一张合约 目前是盈利26块4毛4 27块7毛5 我把这个图形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这个是戴若固比均线 黑色的呢 是维加斯通道啊 15分钟的图 我们会发现啊 非常简单 在这儿啊 我给他描一下 对吧 这儿两次碰到了 这儿三次 四次 五次 对吧 就证明啊 今天的这个15分钟的图形啊 非常适合这个维加斯通道 所以呢 我就在这儿啊 这儿的时候买了一个 那么现在的话 也是设了一个止损啊 止损就放在这个维加斯 这个大粗的黑线底下就行了 所以说非常容易交易啊 如果是亏钱了 我们就止损离场 那么赚钱的话 他就会往上上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带若固比均线和维加斯通道的一个用法 这个如果大家没有的话 可以跟我们的小猪手要啊 我认为在疫情期间啊 他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啊 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像上次我讲的 如果是大家有这个维加斯通道的时候呢 在这个这一天 2月20号的时候 就会清仓啊 就会开始做空 对吧 那么他的线呢 在4小时图形上 一直都是下跌的 一直都是碰到线就下跌 所以说呢 按照带若固比均线的做法呢 我会一直做空 那么这一部分的做空 就是巨大的利润 带若固比老先生还是非常厉害的 他靠这个呢 在股市上已经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了 那么做空的话 我们呢 像我一直不喜欢做空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一个带若固比 纯看这个带若固比均线的话 那么就是按照他的策略来 那么就是赚很多钱 40倍 像黑天鹅的那个大佬啊 40倍不敢说 但是呢 4倍是有可能的 对吧 赚4倍 这么大的一个跌幅 赚4倍还是非常现实的 那么带若固比的均线 在哪一天开始反转了呢 我把这个图形放大一点 好了 这个呢 放大一点就好 就是在这一天 啊 对吧 是从3月20号开始反转了 那么开始上冲这个蓝色的均线 并且突破了 突破了之后 在这儿啊 就可以开始考虑做多了 那么现在又站在了这个黑色的线上 对吧 那么至少我们现在呢 就不会说是继续看空这个市场了 那么目前也是进入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啊 现在还没有 没有办法确定是否已经到达了顶部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有这个还持有多单的啊 或者是还持有股票的也可以再拿一拿啊 至少把这个复活节给过完 对吧 看看他能不能站住 如果站住了之后 那么股市还会继续向上 好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给大家带着看一下 这个呢 是zoom的股票啊 zom在线视频啊 在线的这个办公软件 我们可以通过他实现远程办公 那么在三月多少号 三月二十六七号啊 达到了一个股价的顶峰是在160块钱左右 那么现在呢 又跌回了110块钱啊 跌了50块钱 就是短短几天 那么之前疫情啊 从一月份开始 他就一直在涨啊 那么如果是我们反应比较迅速的话 那么这个股票我们也是能够抓住了 其实呢 如果我们没有抓住也没问题啊 像我我也不知道啊 当时也没有想到 如果呢 如果是再过十年啊 再过十年再发生一样的事情 我们就要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因为我们今年亲身的经历了这个见证的历史啊 美股熔断了五次 全球疫情啊 闭关锁国 对吧 进城啊 现在呢 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 远程办公软件 竟然能从60块钱涨到160块钱 涨了差不多两倍多 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下次再发生 我们一定要抓住 所以呢 这就是做金融投资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今年我们不一定赚到钱 但是下一次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下 我们有信心和把握 至少赚一倍到两倍的利润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 这个图呢 是澳洲的200指数 目前是在盘整期啊 可能会在网上冲一冲 但是没有什么力度 主要还是要靠美国 这个呢 就是京东啊 京东的股价 我们我给大家放大一些 这个呢 是日线图啊 基本上是 我们会发现 在疫情前后呢 京东的股价没有下跌 最多呢 也就是在三月中旬 是跌到34块钱 现在又回来了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中国的业务 京东没有受太大影响啊 中国这个已经开放了 很多城市的这个办公啊 并且京东是生鲜啊 加上又是电商 线下实体业不景气 线上呢 就会好一些 所以呢 京东的股价没有受太大影响 这个呢 是APX APX股价呢 也是我一直看好的 并且告诉大家持有没问题 他和NAN呢 我已经是无数次的给大家讲 没问题买啊 越跌越买 大胆买 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因为他有钱了 他每年赚几千万上亿奥币的现金 作为一家科技公司 不怕科技公司 没有什么啊 就怕科技公司有钱呢 对吧 不怕他没有项目 没有什么这个科研项目啊 科技公司最不缺的就是项目 但是呢 都缺钱 那么APX作为澳洲 唯一一家大型上市科技公司 并且呢 财务报表好得不得了 太有钱了 每年赚上千万上亿 那你不买他买谁呢 如果他价格还能再跌回来 跌到20块钱以下 我还会大量去买 现在呢 我把短线的基本都卖掉了 因为他尾盘的时候 就这个拉升 基本上呢 也满足了这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利润回报 我们看一下 他从17块钱最低啊 当然不可能买那么低 可能18块钱 到现在22块钱 也是百分之二三十 三十多的一个回报了 所以说呢 市场上总是会有机会的 哪怕我们亏钱了 但是呢 在特定的时期 我们要抓住一些机会 如果比方说啊 如果我们有被套的 比方说现在像我之前啊 石油很多资金被套了 或者是澳纽被套了 没有关系 如果你认为 他不会说是跌破 让你爆仓啊 不会说是石油 不会说跌到10块钱以下 20块钱都没跌破 对吧 澳纽不会说 顶多跌破一啊 最是碰了一下一 但是呢 到一又怎么样呢 我们的资金还够 那他现在也是慢慢的回来了 所以呢 如果是被套的朋友啊 或者是亏损 浮亏比较严重了 如果你选的产品 是有底的啊 一定要记得是有底的产品 那就不要担心 什么样的产品是有底呢 石油是有底的 对吧 刚刚给大家看图表了 跌到10块钱 全世界都不用货了 沙特10块钱的成本价 不可能跌到10块钱的 所以他是有底的 那么澳纽呢 跌到1就基本上是极限中的极限了 他也是有底的 那么APS也是有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公司每年能赚一个亿 你说他的公司市值是多少 他会不会受疫情的影响 他不太会 我们用互联网的产品 用手机设备 那么最终都需要APS的公司的AI技术 人工智能来支持 反而对他线上的业务拓展是一个利好 那么哪些是不能碰的 哪些是没有底的 像Vargin Vigen航空 像Fly Center 给大家看一下 像Fly Center 这种都是没有底的 对吧 这都是跌成什么样的 大家看一下 从40多块钱 50块钱的价格 对吧 45块钱 跌到现在11块钱 跌到 他跌到1块钱 我也不敢买 对不对 因为他是有可能破产的 Fly Center 线下那么多实体店 对吧 都是负债 实体店 我们都知道开餐厅 一年的房租费用 基本上要十几万二十块钱 30万澳币 对吧 你一天不经营 房租照付 那么这种情况下 Fly Center 有那么多的线下店 我们看到这个商业区 办公区 居然都是都有Fly Center 店 他每天要花多少钱 他现在没有收入 对不对 那么现在旅游业不景气 那么想一下 明年谁敢去日本玩 大家明年谁敢去欧洲玩 不敢 对不对 那么明年一整年的旅游业务 都不会很好 所以说呢 Fly Center 一出事 他就得出两年的事 完蛋 他未来两年 都不会有好转 所以说呢 这种公司的股票 不能买 但为什么Countas 可以试一下呢 第一 像麦克说的 他是国家的 第二 他是飞行 是必须的 就跟人出 坐车出去 是必须的 所以大家要区分 坐飞机是必须的 但是旅游 不是必须的 尤其是出国旅游 不是必须的 Fly Center 最大的这个利润来源 其实无非就是跨国旅游嘛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所以说呢 Fly Center从45 跌到11 跌掉了70%左右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Countas 从6块6 跌到了现在3块5 跌了50% 并且他是已经反转了 他已经开始从2块3 涨到3块5 已经涨了很多 Fly Center 一点涨幅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能够判断出来了 哪怕你想抄底 要抄底Countas 不要抄底Fly Center 那么现在呢 Countas 是到了3块5毛5 也就是维加斯通道的一个顶部啊 所以说如果现在进场的话 就没有必要了 他也不是说一个 马上就能好转的 只不过现在大家 对于他有一个 政府兜底的预期 大而不倒 所以呢 大家 现在 从技术上来看 并不是一个好位置 那么Countas 的话也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说 未来会有一个 报复性的反弹和消费 所以呢 就很明显 也能看到有资金 最近在进场嘛 如果他现在也是 价格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他呢 如果是还能跌的话 我们可以适当的配置 CGC是什么呢 是CGC 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 呃 我们就看今年好了 因为之前的话 他的股价是下跌的 但是从去年12月到现在的话 我们发现 没跌 还是上涨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我再放大一点 大家看一下底下的日期 2019年 好 这是最近的一个走势 2020年2月11号 对吧 2020年3月4号 2020年4月7号 也就是说 在疫情期间啊 它是走了一个震荡 股价并没有下跌 平均价格 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一个价格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这个粮食啊 它是这个农业 所以说呢 未来农业股 还是会有不错的表现啊 所以疫情期间 它都没有下跌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 很多人问问题 谈判还有几小时开始 呃 对 石油的话 最近是有谈判了 所以说呢 呃 大家要注意一下 石油可能会有暴涨暴跌 呃 大家这个预期啊 肯定是希望谈成 虽然以前是谈不成啊 但是现在是有美国啊 美国是必须让你谈成 啊 因为美国受不了你石油价格跌破20啊 所以他希望石油价格涨到30以上 这样的话给他一个缓冲期 有了这个缓冲价格 他就不管了 因为美国跟俄罗斯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美国的企业赚钱赚一块钱都是自己的 俄罗斯呢 赚一块钱 他不是自己的 他是国家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所以呢 俄罗斯希望石油价格在40块钱以上 这样呢 他又能每天吃好喝好了 对吧 但是呢 30块钱上来讲的话 他就要 还是一样 财政收支不平衡 但是美国如果是价格在30块钱以上啊 就很舒服了 因为每家企业都是赚钱的 公司也不会倒闭了 那么China50的走势 其实中长期的话 长期肯定是涨的嘛 就刚刚说了 但是呢 短期的话 大家一样的是看海外啊 因为相比于China50 我觉得大家最近可以多做海外的估值 因为海外估值跌的很多 跌了50%啊 澳洲现在的情况跟中国情况差不多啊 基本上疫情增长人数是一样的 都是几个单半啊 新州维州 今天增加几个例 明天增加几例 中国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呃 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澳洲的股市还有很大的一个涨幅空间 只不过现在的话是势能不足 因为海外的资金还没有进来 我们知道澳洲本土的资金呢 本质上是有限的 啊 web web这家公司一块七增发 能不能购买 我不建议大家购买这种增发的啊 不过如果是价格比较低的话 一块七的话就可以啊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但是呢 我还是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一下当时那个增发的叫什么呢 这amp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amp的时候增发价格是多少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还知道amp现在的价格是多少吗 所以呢 增发不一定是好的 好像还是要用英文去搜啊 啊 现在股价是一块三 当时增发价格 我记得是一块六 还是一块多少的啊 结果现在还是低了很惨 所以呢 增发配股啊 不一定是好消息啊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只是证明他缺钱了 他能以这么低的价格去 增发啊 你想一下他缺钱去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说呢 增发到在目前来看的话 不是一个好信号 如果他有钱的话 或者他能够融资啊 现在是银行贷款利率多低啊 大家买个房子 贷款利率3%都不到 如果是他能从银行贷款 他根本就不需要增发 对吧 就证明问题很严峻 银行不给他钱了 银行不给他钱的话 他没办法向社会融资 对吧 因为他向社会融资 大家不看好他 没有人买他的企业债 所以他只有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增发 那么增发的话 如果是现在2块9 他用2块8的价格 2块5的价格 没有人去认购 那怎么办呢 他只能以1块钱啊 1块多少了 我看一下他说的 1块7增发 现在是2块9增发 基本上夭炸了这个价格 所以说呢 你让现在的股东怎么想 对吧 大家都去买增发了 直接去把现在的股票就抛掉了 做一个套利 所以说呢 我卖掉现在的股票 买入1块7的股票 对吧 那我其实相当时做了一个套利 所以呢 未来如果是要认购的话 就要准备好他的股价 大幅下跌的一个准备 黄金价格能不能涨到1700 黄金价格 黄金价格最近长期的 看现在真的是不好说啊 黄金价格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做黄金了 黄金真的是很妖娆 他的这个顶部啊 也是非常强势的 我不建议大家就是说 重手做啊 如果是我们有一个0.1啊 0.5 那赚钱了再走啊 不管你是做空还是做多赚钱再走 说止损的话 就是如果是做空的话 止损就设在1700 如果是现在买涨的话 那我们只赢就放在1700嘛 止损的话就放在1620 因为 这个 这个真的是说不准 黄金的话 他背后的这个玩家也很多 所以呢 不给大家任何建议啊 不过是从图形上来看的话 他目前还是一个上涨了 所以说呢 呃 如果是买涨的话 我们的止损就就放在这个黑色的线这里就好了 也比较简单 不过现在阻力非常严峻 我不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或者是做空的价格 因为上面有阻力 下方下方有支撑啊 价格不是很好 建议大家啊 多看啊 别做了 好好放假啊 大家多读书 对吧 多读书 现在奥元对纽币呢 也是回到了1.03啊 虽然呢 底下我也没有赚到钱啊 因为之前已经被套了 不过也见证历史啊 现在已经是1.0375了 基本上回到了正常价格 所以说呢 机会呢 是给有准备的人啊 留下的 所以未来如果是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另外呢 在任何时期啊 我们都要保有本金啊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任何人呢 包括我呢 也是比较过度自信 所以说呢 认为事情不会发生黑天鹅 这样这么惨重的 结果确实发生了 那么也导致了无法在1.000的位置抄底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任何时候都要保留一部分的本金 这样的话 我们在市场发生极度恐慌的时候呢 别人恐惧 我们就大胆的贪婪啊 像巴菲特去抄底航公司 我们知道他是错的 就不动 但是呢 这个名言是对的 就是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恐惧 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贪婪 好了 最后祝大家这个小假期愉快啊 多赚钱 那么其他的问题呢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还要再跌32% 跌吧 跌吧 其实呢 只要大家手里有钱 很多东西啊 是跌不透的 比方说澳纽跌到1以下 怎么还能跌呢 对吧 所以呢 石油跌到10以下 不可能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知道它有个底啊 我们就调整自己仓位就好 剩下的就是赚多赚少 以及什么时候赚钱啊 现在不赚钱 没关系啊 你想明里还赚不到钱吗 对吧 好了 那么祝大家晚安 好 好 然后 对吧 感谢观看